哈喽大家好,我是伟哥, 今天我们来对比一下小乔的两款皮肤, 分别是半生皮肤万圣前夜和史诗皮肤缤纷独角兽。 两款皮肤的造型都是比较可爱的类型, 不过缤纷独角兽毕竟是史诗级皮肤, 出场动画上就比万圣前夜好看很多了。 游戏中两款皮肤站一起, 缤纷独角兽的造型会更吸引眼球一些, 应该是模型做的, 比较细致导致的,特别是扇子看起来更加厚实。 两款皮肤走路动作是一样的, 就不做什么评论了。 普攻特效对比, 万圣前夜的子弹特效看起来很一般, 缤纷独角兽的子弹是彩色的五角星, 看起来效果就是不一样, 这就是价格上的差距啊。 一技能特效对比, 很明显可以看出, 缤纷独角兽的特效会比万圣前夜的深一些。 二技能特效对比, 两款皮肤的特效表现虽然不一样, 但整体来看差距并不算很大, 二技能特效算是打个平手吧。 三技能特效对比, 缤纷独角兽的三技能落下的是彩色是五角星, 和普攻的特效一样。 万圣前夜的三技能特效就很一般了。 最后总结一下, 小乔的这两款皮肤特效差距还是挺大的, 主要是价格上的差距, 缤纷独角兽毕竟是史诗级皮肤, 在特效上肯定要比万圣前夜好, 不然谁会买呢? 这两款皮肤还都会经常上架碎片商店, 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碎片来兑换, 从性价比上来说, 万圣前夜也比不过缤纷独角兽,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喜欢玩小乔的玩家, 那么建议你存够88个碎片, 等哪天缤纷独角兽上架碎片商店后去兑换就好了。 好了本期皮肤对比就到这, 更多英雄皮肤对比记得点击关注哟, 我是伟哥, 我们下次再见了。